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老师好 听得见是吧 听得见请说 上周我跟老师讨论完 我就找原因对吧 就是明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怎么就把它复杂化了吗 一方面好像是设定 就是认定家是安全的 休息了 有了一个设定 所以遭到破坏 就起反应感觉 心头到贴到境界去了 还有就是老师 反复强调说这个镇定一样 不要预设就是一种 特殊的身心状况 好像就是这样就会设限在哪 就会你卡在哪 反正只有打破坏 残羞的这种设定 好像就会滑很多 还有一方面可能就是 我就觉得这个文字还不够 一方面就是童设立不够 有时看自己就是有一种 那个世上不在线的感觉 断了它就续不上 它好像其实断了我就把它续上去 不是什么 然后那个 老师在那个设计程上有说 说真正的智慧是在架构 缠纳的过程中 这个过程是可以在任何地点 任何自私中进行的 设计程中讲得很清楚 如果狭义地把设计 给为是一种专注力而已 那么人生庄业美丽的那一面 就全被忽视掉了 对 突然就突然就是 好像有点醒过来 就是说任何地点 我只要是福音的这个 线珠啊 七绝之八成道 福音的这个 三十七道品的框架就行了 那框架是有框架 但是内容是很宽广 很灵活的 就是修设计上 我感觉就是在身心内 要找到那个能量上 自己发电 自己用 用外面的那个事物 然后我 昨天我就出去溜达溜达 看看这个 到底是境界不好 还是我心调的不好 我这个受念 比较拿手 我就带着这个 有清新感 有喜悦心这个出去 这样就可以发现 这个人多人少 其实可以 都不受干扰 把这个心跟境界 分开来就可以了 我发现自己之前 好像还有一个 错误的认知 觉得这个残修 是用来对付突发事件的 没有事的时候 就是学习加强而已 它其实应该是一种常态 老师有说 它是一个正在进行事 我这么理解 应该是 我觉得 太好了 是啊 这个讲得很好 是 而且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说 你越古朴 越古老的 那个禅纳的定义 越是用广义的方式来定义它 你甚至可以 你要给它一个 很普遍的 一个定义的方式的话 你甚至可以讲说 禅纳就是一个 你能够维持着 继续保持 那个脱离开执着 你能够继续保持着 这样的用功的状态 那个就叫做禅纳 你只要是做这样的用功 你就会发现到 你会产生出某一种的乐趣 那这种乐趣 它有可能是远离乐 它有可能是宁静乐 它有可能是那种健康的自信的快乐 它有可能是贫舍的乐 它有可能是无作的乐 等等的不一而煮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像你刚刚所讲的 这样的这个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到 你的修行的方式 整个活了起来 你很多地方 水推走 很多很多地方 虽然好像你在处理很小的事情 可是你只要坚持着 在那小的地方脚踏实地 你自然而然 你就是一直在脱胎换骨 你的执着自然而然 就一直在剥落当中 还有那个老师 那个苦极那一集 讲到这个主体跟客体 是不是就是说 心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是说 离开它的本位去外面 寻觅客体 对吧 把它当作快乐的方式 然后老师有说 就是互动 就是把穿在身上的戏 不当作是自己快乐的来源 我们就是看似在 扮演一个个角色 其实它就有点像 那个国王的心一样可笑 我那个想到这里 我就有一种 人设崩塌的感觉 很恶心 就想吐 这是有一天 在快下班的时候 或者后来开车 回来的路上 我就一直有恶心 想吐的感觉 但是我这时就想到 既然我能够看到它 我就有办法 能够超越它 对吧 就这个可以超越 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想法 就瓦解掉一大部分 后来到家之后 我就往地上一躺 我身心一放松 去发现这个身心 其实都是客体 它是无偿苦 被我的 那个喜乐 马上就回来了 就很高兴 然后自然而然 接上法念图 它就能够拆解掉 老师在那个法念图当中说 有提到把手中的 那个垒球放下 可以丢很远 也可以就是松开手 看怎么观察手用力 把它一松开就丢下来 像老师说的 它就要丢进取材 是不是说越简单越好 就有时候想的太复杂 反而动作变得缓慢 而且累赘了 对 那个智慧好一个部分 你就是在发现到 怎么样用更有效率的方法 来利苦 更有效率的定义 就是用越少的实力 越简单的方法 达到越高的效应 那个就是 开展就是这样子来 然后你只要在 做这样的工作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遇到 看起来多么令人困惑 多么复杂的东西 你可以马上提纲气领 你可以马上 深入大家的核心 你可以马上看得到 那个 让这个苦急起来的 那个阵阳 它是在什么地方 你什么地方 你不得已 你非得用力不可 然后这个用力 你要怎么样的 尽量的恰到好处 你不是在那边 过度的盲目的 过激的反应 你这样的流露出来 那个趋向就是 在往向解脱 那个老师说 就是后来跟我说 可以直接去看形 这个形不单是指念头 它可以是注意力 那它就应该是更细腻的 那个念头 它要想 它才有 如果在禅修中的话 就体会那个受用的动作 它就像是一种直觉 好像是一种 正在享受它的味道 可以调整它 比如说先用呼吸引导 后来呼吸变成背景 甚至是感觉没有呼吸 身心就是一层一层 释放开来 最后就是说有点 好像有点消散的味道 老师说甚至可以瓦解它 我一开始有点不明白 那么细腻的动作 就调整它做得过去 它自味比较好 对吧 为什么要瓦解 是不是说它还是一种 吃的动作 粗俗地说 那个有吃就有辣 就会不干净 是不是说这个细腻的东西 会拆的生活中 这个敏锐度就会提高 我们只要看到有任何的 那个会制造痛苦的模式 然后你心里面抱着 我要瓦解它 这样的一个意图 那么你瓦解它的方式 有可能不一样 可是你都是朝向 或离开执着 有一种瓦解是你真的消灭它 所以让它不发生 有一种瓦解是你不参与它 所以它发生跟不发生 都跟你好像无关了 有一种是好像 你是完全没有情感的 不用情感跟那样的 那个状态连接 所以它虽然还在发生 可是它的那个发生 产生出来的效应 对你的影响 对你的撼动 变得微乎即微 变得完全可以管控 它这个 你只要抱着说 我要瓦解它 它有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 想你不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哪一种的瓦解 你只要知道说 我要放下 放下这个执着 然后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瓦解 有一个共同的效应 就是离苦 压力马上它减轻了 消失掉了 那就是说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的话 它可以就是 它感觉就是一种 一直以来的这种 这种惯性模式 就是也是 就是所不好的惯性模式 就是说把它瓦解掉 或者是什么 对 你简单到最后 那个感觉就是 我想不要做它就好 感觉就是 不理它就行啊 不要执着就好 那么简单 你完全知道 你那个拎起来 那个部位是哪里 你实力的地方是在哪里 听起来好像很玄机 一点都不玄 那是很简单的到 你就是比较精准的知道 你是怎么个执着法 就好像你可以精准的放松开 你正在僵硬的肌肉 一样的 你可以那个放开 那个正在执着的心 然后这个东西 做得很精准很精准 你就可以变得越来越省力 让它变得是越来越简单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老师也说到了 就是说这个 就像之前有很多 就是一直以来灌输的 四有四无接受到的 那种感觉 就像好像是 这个残定层次要更果 又好像是有相应的 但是这个残定 它其实也可以 就是说心境的那种干净程度 它不一定是在残纳的 不动性里面产生出来了 对吧 对 是的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 为什么这个模拟解脱者的心境 那么样重要 其中一个是 帮助你有清晰的方向感 你以为你不知道解脱者 还有心境是吗 你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解脱者 如果你以为解脱者的心境是 它有一个倒果痣 倒果痣发生了 眼睛不能看 耳朵听不见 能锁双亡 大地粉碎 如果你了解的解脱者 心境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要模拟 那个解脱者的心境 你要贴尽量的心境 你就要尽量的要 好像说要让那个能根锁把它消亡 可是如果你能够更准确一点 知道解脱者的心境是苦 它的消失 佛经里面 它对于解脱定理 从来就不是说 你有没有一个倒果痣发生了 有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 让你的心忽然之间停顿下来 你有没有见到那个念头 跟念头之间的空隙 它完全不是这样讲 佛经里面讲解脱者 它的那个心态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 它是一个宽坛的 它是内心是很宁静的 很舒畅的 它是不被境界挤压的 我们这些都可以少分的了解 然后你如果能够在少分的地方 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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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值是没有变的 变的只有是量 你的心值做到 在那一方面做得更彻底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我觉得这个局限打开 就把自己的局限一打开 好像这个自由度就会提高了 就好像轻松一些 对 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就是 甚至 我们连佛教徒都不是 你知道这个话 一定要有个宗教形式 就是我定义我自己是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文徒一样 对 那个佛陀他很了不起的地方 他发现到说 我们人类大概有两个最强大的执着 一个执着 它是跟欲望有关联 一个执着是跟我值有关联 欲望的那个执着是三国断掉 我值的那个执着是在四国断掉 然后那个 那个四国断的那个我值 好一个部分就是 你预设你是什么 你预设了你是什么 你是谁 如果把这个 就卡在哪 对就卡在那里 然后你就觉得说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人 我在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都可以丢掉 然后丢掉 你观在日常生活中练习 去体会到那个什么都不是 那个 那个无所有 或者是那个佛经里面讲的 就是他说 灭盘 的状况 它不是在里面 它不是在外面 它不是在此事 它不是在他事 它不是你变成了什么 它不是要阻止你变成了什么 那种没有位格 没有办法被界限的 你光在异象上面 一个程度上面 能够去意会 你已经好一个程度 你的心是在松脱开执着 佛陀他的那个禅定是 真的是一个中道 它是一个宪法乐著 它本身就是一个向解脱 它是一个不共外道 它就是八正道的总结 它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可是他等于是在当今的佛教里面 它已经被教条化了 然后位格化了 然后所以大家在修禅纳的时候 在忙着 我振到了什么 我能够复制出什么样身心的症状来 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这样的做法 就算有的人他能够 透过这样的方式成功 能够得到一些好的效应 那是少数的人 你就可以去向往一个无限宽敞的心 对 你完全不要从 好像说凡夫的角度 从他的相反面看待他 从下看着他 不是 你是 你本来就是跟他在一起 你现在你就 就是好一个程度 你也体会到无限宽敞的心 你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这个程度我是解脱的 然后从这个地方来了解 我可以觉得我自己就是 就是可以那样的 我就是这个心态 这个就是那个佛陀讲的 不加时节 你不用等了 勇敢承担 就在当时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不带时节的 然后你的话 他会好像把这个人开窍了一样 他会让你的修行突飞蒙 你会忽然间知道的佛陀 他讲的那些什么彻底解脱 漏进那些状况 那都不是遥不可及 那个七天到七年 你可以达正这个状况 那不是很口号的 有信心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杉安老师 朱老师 谢谢您 是这样我有一个毛病 就是鼻中隔片区 就是我们中间鼻子有一块软骨 它那个弯折掉了 所以它经常造成我一边鼻孔的那个吐塞 现在是右边的鼻孔吐塞 那这样它对我的实际上 对我的身体健康的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它就是很困扰我 因为它来自一边鼻孔吐塞嘛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包括在长修静坐的时候 它会造成那个干扰困扰 然后我一个猜测就是 我有时候脾气坏啊 或者一些负面情绪 不知道会不会这个原因 是有所助长的 经常是有关 跟我这个毛病有关 所以我就想说 不知道在长修啊 或者我在旅行发症到的时候啊 这个我应该去 怎样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是 也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呼吸啊 然后 纯粹理解为 你是把身体外面的氧气 透过你这个两个 有一个程度阻塞的鼻孔 把它拖到你身体来 这样子的活动 它是很辛苦的 光在心里想到 是这样 那里面都带着很多的疲劳 所以你 有一个改变你认知 你呼吸的作用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那个呼吸啊 它是身体它每一个细胞 它都在参与 然后实际上 当你放松 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那个实际上的空气的流量 可以非常的少 你可以把你大部分的能量 把你的那个身体所需的那个精华 它是由其他的管道里面摄取进来的 这些管道包括了 让你的身体内部 它是那个气的那个循环 它是祥和的 它是协调 它是通畅的 所以尽管那个鼻子的通道 它不通畅 这是你内在的 这些脉络 它是通畅的 然后练习 把那个那种提神 汲取养分的那个管道 变成是来自于更广泛的 而不是局限于来自于你的鼻孔 试着去改变这样的作意 然后那个 你可以先这样子做 其实这些技巧讲起来都蛮简单的 可是每一个人他的执行的方法都不一样 就同样的一个方法讲出来 很多的人 不同的人他听了 他执行 他得到结果很不一样 然后那个往往是因为他那个执行 可能有的比较善巧 有的不善巧 所以你可以先这样试试看 然后你如果这个过程里面 你觉得有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话 你以后可以再讨论 这个所谓其他的管道的话 那就是说 从我自己的想象 从毛细孔 或者说 从身内 他有的一种气的那个层次 从那个层次去感受 我想到的就是这两个地方 对 第二个比第一个又更好 你如果你的呼吸是透过毛细孔 那还是有一点窒息的感觉 就是你的那个养分 他就还有一个搬运的过程 对 他有一个搬运的过程 如果你的养分的汲取 是来自于你敞扬于能量海之中 然后你觉得到你的那个 每个细胞他们是可以很轻松的 他们是放缓 而且很整理的浸泡敞扬 然后你可以透过你对你那个身体 那个触感的了解 同时你要让自己很放松 所以你的那个新陈代谢率它会降低 然后人在状况之中 他特别容易可以感觉得到 什么是省力的 获得养分的方法 我对这些这样一些说法的认知呢 我完全是停留在一些字面和理论上的认知 这些我都我都看到过 包括说阿江里阿坦尊 老师您的文章 就是说体内的这个自身存在的一个气的层次 又或者说身内身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往往 停留在理论的层次 实际上他们感受不到 首先你先剔除掉有一个预设 那预设就是说 这个身内身它一定是很维系的东西 它是需要我定进发展到好一个部分 我才能够感觉到身内身 完全丢掉这样的观念 你把身内身很广泛的理解为 任何你能够感觉得到的内在的 那个 sensation 触感任何的 然后这种触感包括 譬如说 你怎么知道说你现在你的身体是安适 它是不是在神力 你包括那个身体 它眼前要具体呈现的方式 这听起来都好玄 其实不是 它就是要你就是知道 然后它的这个知道呢 它完全不复杂 它没有需要你什么 到位到地定了 你才能够有什么会馆 完全不是这个样 它就像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家 来知道一个人他的引头模式 你知道 现在我引导起来 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就是这个程度的注意力 就是这样的注意力就够了 这个你经常经常 把注意的那个东西都是究竟取材 就是你能够看到 你放松而自然呈现 就是说 就是说 老师刚才的意思是说 没有任何心理上的那个感受 肯定就会引起身体上的波澜 你甚至需要等到它起波澜 你光是眼前 你怎么知道你坐着 你怎么知道你开口 如果你嘴巴动着 没有传出声音来 你怎么知道你在开口 因为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些 sensation 有一些具体的触感 这个都不需要什么深入的定什么 你就是人就很直接的 就知道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个知道里面 你是不疾不虚的 你没有要钻牛角尖 不是好像皱着眉头 要钻进什么样的东西 这样就够了 你同时你可以把身体分成几个部分来理解 比如说头一个部分是你理解 颈松的部分 经常去留意你的肌肉颈松 这应该相对容易可以观察到 是不是 有打太极拳会运动 会游泳的人 他就会知道 我现在我跑步 我这个跑肌肉是不是太用力了 我跑的方式能不能更徐然 哪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放松 开车的时候 哪个肌肉可以放松一点 所以一个是 你可以去刻意去开发这个肌肉 它的松紧的那个认知 然后就觉得不免 可以故意的 一边在运动当中一边坐着 这个运动还是可以很和缓 巴拉筋啊 伸展腰啊 伸伸蓝腰 类似像这样子 或者是 故意把你身体的不同部分紧缩起来 然后再刻意的放松 把你的肩膀硬起来 绷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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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放松 所以你可以肌肉的松紧的部分 这样去了解你的身内的触感 你可以透过那个身体 它的那个运动的状态 你可以透过那个身体 它的冷热 你可以 这角度都一起下手 也可以专挑一个两个 你觉得特别相应的 特别好下手 然后你很快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原来 我平常习惯性是 这样子站的 这样子做的 我是这样子的在 behave 然后manifesting my body 就以这样的方式 在呈现着我的身体 那就可以容易透过 微调的一些手段 蛮轻而易举的 让你的身体相对的变得安适 我们人会不安适 就是它有好一个部分 至于你没有在留意着 你的那个身体不安适的症状 你没有去围 然后它惯性的在那里紧张 然后我们没有把它松开掉 对 然后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 这都是很值得投资的 就学一些简单的瑜伽术 我有在写 我有在写 那非常好 是 那种都不用什么 一般人想要瑜伽术 就想到 你怎么把脚扳到头上来 你很复杂的 你身体很柔软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会几个 几个基本的知识 然后能够做深 就是做你认为深度的 你主观上面感觉到 我这样子是 蛮尽情的在输 在伸展 在拉筋 这样你身体就有很多下 都能够帮助你体会 什么叫身体 什么是身体的触感 这就是身内深恨 先不必要有一个预设的观念 你那个探索的过程里面 你的那个 他的解析度会改变的 我们用这样 你就先好 我现在感觉到任何处感 我就把它理解为身内深恨 没关系 你就这样子想也没关系 但是他会 他很有可能在你 这个进行的过程里面 那个解析度它会变 比如说身体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它如果都不变也没有关系 并不表示说你修行就是没有进步 或者说你的定力就是不够好 不必要这样子理解 每一个人的那种主观 呈现出来的方式都不一样 重要的是苦有没有消失 有很多人 他是什么不寻常的经验 他都没有 从来没有什么能所说的经验 从来没有什么 哇 那个所有妄念都不起的那个经验 他苦就是消灭 那是全然是一个可能性 佛陀他教的那个证定 他就是一个 能够很高度一致的 绵绵不绝的去改变你的行为模式 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 你如果产生出一些神秘经验 特殊经验来 那都只是一个副作用而已 那只是一个byproduct 他是可有可无 当然高明的禅修者 他可以善用这些副作用 他可以把那些神秘经验 再变成他的工具箱的一部分 可是他不是必要的 好的 谢谢老师 感谢 谢谢 老师你好 是 其实我这个问题有点长 但是我希望把它说得更短一点 就是说 我最近以来做了另外的一些实验 实验就是说 以前像老师讲的一些 比如说肌肉的用法 那个跟夫妻有关系 肌肉的实力 很多方式 我都去做过实验 那那一次我做的实验是 因为刚刚刚刚坐下来的时候 那个身体都有一种神经反射 所以在身体各有些地方都有一种刺刺刺刺的感觉 像这种反射 我就想说我就是去看那个反射 它的那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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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怎么样 结果 以前也是这样子看 但是没有像最近以来更深度的去观察 发现几乎每一个地方或多或少此起彼落这样子 此起彼落这样子一直一直一直在做这种反射 有的是觉得比较强烈的觉得不太舒服 那有的是很微比较微细的 那当然也不是舒服 那它不属于那一种那种所谓的那种数码感 数码感是用舒服 它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之后我从这里一直一直在注意它这个反射之后 我有一个念头 我就想说用呼吸来安抚这个神经 最主要我要看这个反射是怎么怎么的消失掉 怎么怎么的消失掉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所以那个时候呼吸它大部分还是放在背景 只是说因为我要来处理这个神经反射的问题 我才会把它成为一个主軸 可是那个时间不长 慢慢的这个反射的那个次数越来越少 我是从那个双手双背 那你去看的时候 那个反射没有的时候 结果在身 我再仔细去观察那个触感 在手背的有一种消融的感觉 我现在讲的消融不是指触感的消融掉 是里边有一种呼吸的感觉 呼吸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那个反射的神经 那个行动没了之后呢 就会有这种消融的感觉 消融的感觉慢慢的慢慢的 它会遍布越来越多越多 之后那个反射行律完全没有的时候呢 我得到一种感觉就是说是怎样 就是说身体有一种整个有一种均匀 均匀的感觉 均匀的感觉我做这样的解释 好像不是很灵活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在我们身体 当你一种舒适感产生的时候 是不是身体好像有裹着什么东西 裹着一层什么东西 我现在讲的那个均匀 就是那个裹在身体上的 那个厚度都差不多 而且它可以有做很多不同种变化 所以也可以是裹在身上 也是穿透身体 渗透 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变化 然后怎么样啊 不管是哪一种都很好 基本上佛经里面的那种原理啊 就是你如果能够 以这种均匀的感觉 做你的娱乐 然后同时你有能够看得到 浴滩的过坏 你维持着这样的状况 它的结果就是三 那个经典 它的原理就是这个样 你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其他的 当然你要多做什么 你是有可能可以在细微的地方 微调 然后增快你的速度 基本上大的关键地方 就是好 你以这个云取代你的匮乏 取代你对浴滩的留恋 对他们的那个热衷 同时在智慧上面 态度在认知上面 尽量看清楚浴滩的过患 所以能够让 你经常都是在体验着 那个均匀的好处 然后它的结果是三果 对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的时候 常常稳定性不足 这是唯一的 必须要在 所以就在那个均匀里面玩味着 因为它的这个不足里面 它的不足的原因是因为 里面有冲撞 我们很多的那种 没有消化干净的浴滩 它会造成冲撞 没有消化干净的浴滩 它是造成有空洞 有匮乏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均匀 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达到 就是那个熟练度还是不足 没有关系 Jerry我会建议你 然后再一次的 你要改变你的观念 你不要想说 这个东西是 你还没有达到 我要再把我的定力 加深到什么 我才能达到 这样子再把 把那个旧镜取材的东西 又把它推远了 完全不要这样 OK OK 好 我可以用更旧镜的 附近的东西 让它均匀 你把你门槛在这样的 就是你原本 你可能以为说 我要均匀的这东西 多么浑厚 多么美好 可是有时候 你就是 我要均匀的 就是单纯 那个没有匮乏 知足的感觉 这个均匀这样就好 你能够把你的 禅定的那个目标 拉近越好 就近取材 这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口诀 对对对 几乎是所有的禅修者 他们都遭遇到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他们觉得说 我定力不够 我做的不够 然后其实 你已经把一个 简单的东西推远 把这个东西想成 佛陀他教的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个非常古朴 非常单纯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需要做 就是你眼前 比你舒适的状况 再多一点点 然后你维持了这样的状况 你就会成功 这一点都从来没有想到 好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老师你好 是 听得到 听得见请说 我上周的练习 以前我对那个 生苦而心不苦 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就是以前 帕奥的那边的老师 师傅会跟我说 当他生病的时候 他会刻意的 入无色界的身体 想能逃避掉这种痛苦 但是我上周的体验 好像是说 只要我能够 一定程度的去远离 我对这个病苦 这个认同或者是担忧 然后心维持一个比较宽坛 然后比较没有空间感的一个心境 似乎好像那个病苦 就没有那么的去折磨我的心 那我想问老师说 这个练习是不是 就是 我只要练这个心境 这个空间的心境 然后我只要继续的练习下去 而不去参与 甚至不去参与这个病痛 参与这个自律神经的焦虑 都不去参与 那这个就是有点点在朝队的方向去练习 是的 那个 这个是可以延续着 刚刚大家提出来的这个话题 是 就是 我讲这个话是很非主流 如果要被人家批评 那是别人的事情 那你听了觉得有用 那就用 听了没有用就当做耳边风 那就是 很多这种禅定它的排列 哪个高哪个低 要出禅 它是在二禅下面 出禅它的定义 它的 这个 这个 症状是什么 很多的这个东西是后代的一些整理的人 标射出来 不是说它的标射没有道理 它有它一个程度的道理 可是往往这样的这种标射 这样的排列 在修行上它是一个阻碍 你最好是 不要 想说 我现在在学出禅 我现在学 你看早中之早进 它不是这样子教的 它教的就是 什么是当前有用的 什么是你可以用的 再一次这个究竟取材 我知道这个话我一直在重复 可是它有一点 它不是那么容易表达 就是说 我这样的解释法 你的门槛可以定很低 低到什么程度 低到它只要不是浴滩的娱乐 都可以用 就这么简单 它只要不跟浴滩相应的娱乐 他们都可以用 它包括了 像是 你在大自然里面 我今天我不用工作 我没有烦心的 不用跟我那些同事挤在一堆 挤在办公室 大家大眼瞪小眼 我心里面觉得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然后你心里面在对我低估着 我不用处理这个事情 你光是在享受着这个程度的 这种悠闲感 它是不跟浴乐相应的 如果这个东西 这样子的娱乐 如果你真的要嫌弃它 它真的有毛病 它毛病就是说 它可能它提供给你的娱乐 不够多 不够久 就是这样而已 你可以一直坏 你可以一直在 不跟浴滩相应的娱乐中 一直交换着 很流动的交换 然后你掌握住一些关键的心法 的话 这样子活泼的流动的 那个过程里面 完全不造成散乱感 那个感觉只是 你看人家在心里流水 很省力的 在究竟取材 那感觉很棒的 你会觉得你 什么地方 你在什么状况 你都可以用功 那个 我们好像把它 讲 我们是这个听起来 有点要顾那种玄虚了 真的是 飞花落叶 你通通可以 变成是你的武器 可是那感觉真的是 好像说你人开窍 然后你变得 你知道你怎么 一直维持在用功状况 而且那用功状况 不会是 让你感觉到勉强 让你感觉到 好辛苦 我做不到 那个离我很遥远 我为什么我做不到的原因 因为我还没有打坐 满20年 因为我还没有达到什么标 因为我还没有坐满几个小时 不是这样子的 很多时候你就是 一个观念的改变 就是佛陀讲的如理作意 你那个注意力 你那个放对地方 你知不知道怎么放 你是不是很擅长的放 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你愿意 一直维持着 那个比你现在 多一点点的 那个状态 你就会成功 是 那如果说下座的时候 在守护 守护心的这个部分 那我现在练习就是 比如说我在工作会 动作其实有点忙乱 但是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要维持一份那种安适感 就不要为了业绩 然后 我只是 我维持这个心的安适感 的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练习 那 虽然动作还是 有时候得加快 但是就不像以前 为了要守一个 夜处的动作 你就变得很僵硬 很机械这样 那这样的练习 但是还是会起不善心 但是 就不会对那个 不善心那么的自责 或 我觉得 你这样讲 是 这样讲是很对的 再次的 门槛 逼 可是不要逼到说 比你当前的状况 还要低 比你前状况 再高一点点 高一点点 然后这个可以低到 什么样的程度 可以低到说 好 你就是忙乱 可是呢 你那个忙乱的参与度 没有那么高 我 更简单一点 你甚至 你这些都不用理 你光是 后面 隐约 你可以感觉得到 僵神在握 你的 不是完全不被照顾 你的心 也被一点点照顾 你维持那一点点照顾 它就有效用了 是 就有点守护心的作用 对 对 然后你 甚至你讲说 要保护安适感 你会觉得这个 你做起来 它没有办法延续 它造成你挫折感 不要定这个目标 定更低一点的 你守护 安适感 你在工作的时候 要守护安适感 那蛮困难的 是 要挑战性 对 但是你可以 做到譬如就好 好 它有忙乱 可是我能不能 感觉到 正在 环节中 那个忙乱感 正在降低一点点 我知道它 我正在 而且我不只是知道 我知道它那一瞬间 我已经让它保持距离了 我知道它那一瞬间 它已经隐约 朝着那个环节的方向 光是这样 保持这样的门杆 都可以的 它甚至可以 再透过你的想象力 透过你创造力 再找到更低的 或者是所谓的 不一定讲更低的 找到一个你觉得 更容易下手的 更使得上力的一个门槛 你只要有一个 可以让你使得上力的地方 它比你眼前 更接近解脱 趋近一点点 那就可以用够 那有时候 我就会暂时抽离一下 然后在呼气的时候 念一下那个 做一下佛水 例如说念一个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我觉得这个动作 可以帮助我安身 那这个适当的程度 算是一种佛学念 或者是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吗 那个看个人 我讲我自己个人的话 就是说要我念 这样的这个东西 要念长一大半的一个词 我的心的变化跟调整 速度太快了 这样的句子根本跟不上 我以前 我在学马拉西的系统的时候 我首先遇到的 第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就是他们要我点名 标记 然后他们要我标记 然后实际上我看 我能够看到的 那个内心的发生的 那些动作 它是 它是那个标记 根本跟不上 我甚至那个标记贴上 我已经看到 那个标记里面 好几个动作 在制造出这个标记 这个动作 对 所以我更简单的方法是 我完全放开 这样的框架 我就是知道 对 然后当然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状态 他需要的拐杖 他需要的工具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 实验 自己观察那个效应 那我只是跟你讲说 我自己的心得是 如果你能够把你那个技巧 越简化 它越是可以 帮助你即刻反应 越可以帮助你 贴近着直觉 在做即刻反应 OK 不要用太多的概念法去 对 去就是 不要那么多的文字 不要那么长串 还有拿某本事 释迦摩尼佛 你说算看这是多少个字 对对 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太长 调整比较快 对 或者是念个佛陀 你讲的是 你只要一转念 你就可以调整 那样是很像的 然后我们的技巧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的禅修 它会进入到很 魂元一体 高度一致的状态 那是很好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 尤其你在工作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你是要高度的运用 你的反应的能力 是 然后你做得到说 一边有很灵巧的反应 然后一边 你是完全不让散乱 的障概 蒙蔽你的心 改变动作 跟散乱 它是完全不是 等同的东西 是 那净土 他们认为都说 他们是有一个 一个很具体的目标 要在往生的时候去的 可是我们这样 修止观的时候 我们在往生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 就是没有一个 具体的目标 或是说 我们 不会呢 一人离异 离遇 这个就是具体目标 对 不断的剥落执着 我们可以继续说 就可以讲一百个词句 差不多都是 所以你看那个佛经理念 它为什么帮助临终的人 它能力 如果能够达得到四天王天 那你看 能不能再推它一把 推它多一点点 让它能够达到夜魔天 有能力达得到 泛天的人 你看能不能再多推它一把 让它能够理解 什么叫无有位格的解脱的心 就是比它的那个状况 再多一点点 这样提醒它 所以怎么 怎么会没有 没有方向感 方向感清楚的 是是是 好我了解 谢谢老师 我下周再报告练习 谢谢 老师 好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打坐的时候 您提到那个 说是 就随时回到那个 空空荡荡 那个空屋里边去 然后就是打坐的时候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对劲的话 你入定之后 那么自我就很容易 消融到那个空屋里边去 然后就好像觉得 自我一点点的消融了 但是在实际生活里边的话 因为你这个六根 跟外界它不断的 这种有接触 它要有要起反应 所以就是不知道 怎么样一直保持到 那个空屋里边 还是还在 所以一种方式是 要预设说 你一直待在空屋里面 你要一直待在一个 不跟浴滩相应的娱乐里面 一个不跟浴滩相应的 好处里面 然后这个滋味可以一直变 所以日常生活中 你说你不能空荡荡荡 可是你可以做到 好比说远离喧闹 或者是你做到说 这个 真诚的待人 我放下心机 我放下那个药 那我们人跟人在一起 难免你要戴面具 难免要 可是你做一个产生者 你会发现到 有很多的面具 你可以不用戴 然后你还是 你的那种更自然 更坦诚 实际上会带给你 更多世俗的好处 但是 但是我就是 如果就推回到知者 或者推回到空屋里边的时候 我就刚刚 外界 就是分离开来的 然后我那天 跟那个 就是那个师兄 左师兄还说了 就是老觉得 跟外界是分离的 我们最后不是 就是要融为一体的吗 不是的 我们的目标 不是要跟境界融为一体的 那不是我们的目标 对 然后我们的目标 也不是说 要跟境界分开 除非你的分开来 意思是指说 你不再年负 你不再贪着 你不再 多情感参与境界 那么是的 我们的目标 是要脱离开境界 我们的目标 它不是要跟境界融入在一起 但是这样的话 你老觉得 你自己是一个分开的 你就是在空屋 就好像老退到空屋里边 然后作为一个旁观者 看外边的一切 OK 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的 首先 我讲的空荡荡 这个话是要 很容易被误解的 很多人他的空荡荡 他是一种完全无际的空荡 无际就是说 他没有方向 他没有具体改变你行为模式 他没有帮助你向解脱 这样的作用 那你要达到这样的空荡荡 这个无教也是空荡荡 人在发呆 什么都不想 变成是 这个 草的牛 他可能也是空荡荡 是不是 所以 我这边讲的空荡荡 它里面是有内容的 就像是 那这个是觉知者呢 不一定是觉知者 他看你 如果是什么定 如果你的 你的强调点是事无边处 那么就是觉知者 可是那不是唯一的 你的空荡荡感觉 你看那个佛他讲 小公斤 他讲每一个设定 他就讲 这个境界 他是空了什么 还存有什么 他一直用这样的这个formula 用这样方程式在重复着 所以 你可以算巧一个程度 用空荡荡 可是最终 你还要回到一个根本的座义 那根本的座义就是 你说 空荡荡 这个是脱离开 心事的空荡荡 它是一个 凸显出 你脱离开某一种负担 某一种执着 而呈现出来的释放感 所以 你如果这样的空荡荡 一方面 它有可能是帮助你了解 那个有心事 它的过患 它的苦 你那种具体在制造的心事 参与的心事 的那些动作 帮助你 更容易看到那个过患 这是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让你去理解 我脱离开这种极 这种极 它的瓦解 它的具体的好处是什么 你必须要放在这样的框架里面 来用空荡荡 要不然它空荡荡就变成了记 佛陀他讲的协定 基本上两种协定 就不正确的禅定的方法 一种是你浴滩 作为你专注的对象 那个叫协定 另外一种协定叫无想定 无想定就是 你是没有内容 没有导向的 没有方向的 它没有撼动你执着的 潜力的 那个叫做无忌 那个叫做协定 所以要留意这一点 然后 所谓的融入 你看你要怎么样解释 当然有一些活动 你全然的投入 好像类似忘我的投入 它会帮助你的表现的 像很多时候 有一些演讲人 不是所有的演讲 有的演讲人 他如果能够完全融入到他 讲课的题材里面的话 他更加不容易紧张 更加不容易怯场 他更容易能够思绪逻辑 是清楚的 是不是 所以 看所谓的融入 你是怎么定义它 我这边我对他的评论 主要是 你刚刚的 表达的方式 你好像要表达说 融入是最终的境界 那修行的最终界 它并不是要融入的 修行的最终的境界 也不是说 你要分开来 变成一个旁观者 变成觉知的 它不是这样 变成旁观者 变成觉知 那只是一种可能的方法 我们有的时候 你变成旁观者 你会怎么样呢 你能够超越 它能够帮助你 装脱执着 它的作用是 所以 这种 挑出来 变成觉知者 它不是绝对 你若把它当成绝对 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就像你把空荡荡 当作绝对 你把无所有 当作绝对 你把舍念清平 当作绝对 你把离生喜乐 当作绝对 你的果报 就是升到 那个无色的天 升到色界的天 它的果报 就不是漏尽了 它的果报 就不是三果四果 关键是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善用 这些不同种的心形 包括要跳出来 站出来 变成觉知者 空荡荡 你善用它 你记得 你该做的 是要去移除爱 是要移除欲 你若记得这个 你把所有的这些技巧 通通都衔接上 这样的一个主軸 那大体是不会错的 可是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你以为说 我修行的最高的目的 是要融入 或者我修行的最高的目的 是要站开来 或者我修行 最高的目的 是要回归到 那个无所有的状况 空荡荡的状况 离生喜乐的状况 舍念清静的状况 那么那都还是有违法 那个最终是没有把安全的 把你带脱离开轮回 好 老师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那在那个 空荡荡里边的话 它实际上还是有所 有所动作的 比方就是 你要就是 在那里边要去 离贪欲 然后离执着 然后呢 但是还要善巧的去思维 就是我们怎么样 去做事 你在空荡荡的时候 你可以 你可以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 你先 放怀的空荡荡 之后 你再善用它 嗯 就在空荡荡的状况当中 就采取一些动作 所以里面有如理作意 你里面是 如理作意在里面 有两种可能性 譬如说 有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还不熟悉空荡荡的感觉 然后 你为了要熟悉 空荡荡的感觉 所以你必须要 放怀的 专注于空荡荡的感觉 这个时候 你如果还要去留意 什么方向感啊什么的 你就不容易 把这个功课做得好 懂吗 所以你要知道 怎么样让自己的修行 分成阶段 你要记得 怎么样让短层的目标 接到中层的目标 中层的目标 要接到长层的目标 把这些都对齐 那老师 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什么 就那个 缠纳之光的话 它实际上在空屋里边 最后 到最后的话 它是不是还是会隐退的 实际上到最后 就像那个 是很深沉的 那个暗夜一样 就是好像里边 什么也没有 什么不是 但是好像还包含很多的那种 我没有听得太清楚 你可以再重复吗 或者换一个不同 就是 就是 就是产纳 如果电话 就是 它不是还有 就是刚开始 有明亮的光吗 但是到最后的话 那个产纳之光 到处 在空屋里边 它是不是还是会隐退 到最后的话 实际上就是那种 像很深沉的那个 暗夜里 暗夜一样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但是 但是它好像 全面喊着很无限的 那种感觉 OK 缠纳的光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需要它的 所以有一些人 他的那个内心干净了 污垢减少了 他的主观呈现 变的方式是 内心变得滑亮 可是有的人 不是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它不会一直保持呀 它就可能 到这个阶段出现了 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好像 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甚至连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不一定是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 所谓的缠纳的光的 这种缠纳的光的观念 是后代的论点 才出现的 最早期 它完全 不需要 就是说 把这个缠纳的光 当做是必须物 他说你一定 有缠纳的光才可以 然后以这个作为 你的缠纳 也没有退 的指标 它不一定是要 这个样子的 我们人 那个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 有经历着 那个远离 而产生 喜乐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个过程里面 主观上 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呈现出来 它一般是 因人而异的 所以有的人 他会 有一些特别不寻常的感觉 有的人是视觉上的效果 有的人是听觉上的效果 有的人 他什么光都感觉不到 他感觉到是 他进入到一个泡泡里面 举例来讲 然后那个 直接的声音 透过这个泡泡的隔离 都好像是隔了一层 薄膜 渗透进来的时候 它的冲击力 没有那么大 每一个人都有 不太一样的 这种主观的直线 所以 除非是你发现到 你体验到的缠纳的光 它跟你的内心安定度 有非常 直接的关联 要不然的话 不要以这个 作为你的指标 直接的关联 那么你可以把它 作为一个 有用的指标 也就是说 你发现到你内心 好比说 脱离开五盖 脱离得越彻底 那个心 干净利落的感觉 呈现出来的光 是更耀眼 更晶莹剔透 你再发现到 它有这样的一个 对比性 那么你可以 可以用这个 缠纳的光 来帮助你自己了解 你现在你的身心的安稳度 你身心它 脱离开那个五盖的距离 是有多远 要不然的话 不要以这个 为那个 那个症状 那老师 就是 我们自己的那种 就是苦痛呀 还有恐惧呀 就身体的那种紧缩 它实际上 就是感觉好像 身体里边 心 心 心孔中 老有一个硬块的 那种感觉 但是呢 你就是 每次特别害怕 或者紧张 或者痛苦的时候 你去观察那个硬块 就发现它 它最后还是 就是可以散开来的 然后散开来的时候 就成了光了 是不是 那种也是 我自己的 它可以 它可以 但是 不一定要把这个 当作是唯一的症状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这个呢 因为有可能 你以后 你静坐的时候 你的盖障的 化解的过程 它不一定是 以这样的方式化解 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更直接的症状 像是什么呢 更直接的症状呢 像你的心变得宽坦了 你直接可以感觉得到 心变得宽坦了 你不需要透过 有没有光 好 那我也知道 也可以有身体 像那个电流感呀 然后溶解呀等等 然后那个 就是它每次的 那个不一样 但是你特别 特别痛苦 然后特别害恐惧的时候 它的那种 像开来 就跟你平时的那种 电流感那个溶解 它是不一样的 是的 像要对峙 恐惧感等等的 那个透过 的症状 很多时候是很有用的 因为 为什么这样子 你若你要直接去面对 恐惧的内容 大部分的人 它是更恐惧 可是如果你去面 那个恐惧 它制造出来的 生理反应 的话 可能的人会觉得 这个是比较可以管控 所以那是一个 很好的下手处 然后你是可以 譬如说透过 协调 和谐 调节 你内在的触感 透过这样子来 越 恐惧 它的急 好来达到 恐惧的命 你可以发现到说 差不多这些 不良善的情绪 它的发生 包括浴滩的 饥渴感 包括恐惧感 等等的 它都是来自于 那个内在 它的那个气流 它有顺畅的 它有不协调的 你不知道 那个气流 它在冲撞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导引 那个冲撞 它冲撞的地方 让你很不舒服 所以你只好跑去 那个错误的反应里面 去对抗它 实际上 有一些 譬如说那个佛经 它讲到的一个大体的原理 它说令人身形祥和 然后这个身形祥和 你如果细腻地去玩味它 你要怎么让它祥和 你除了和缓它之外 因为你可以是 好像溶解它 让它比较均匀 或者是说 让它冲撞的部位 身体的那个部位 不会造成你那么大的撼动 你可以让它冲撞你那个身体 比较容易能够消融掉 力气的地方 你若让你内在的那能量 去冲撞那些 特别容易会影响你的心弦 的那个部分 这就不是很散巧 对 你若让那个气 那个能量 它撞的那个地方 会让你心筋晃荡 它晃荡 那就不太散巧 可是我们身体好一些部分的地方 它是可以消化掉 这个 这个 冲撞感 有的时候它就像年序 是不是 或者它是 它可以多制造出空间来 允许这些冲撞 或者是你可以让那个 冲撞的力道 分布得更加的均匀 所以不是单一的地方受冲撞 而是你的整个别之 它都隐约的受到冲撞 然后那样的那冲撞 它已经没有威胁性 那样的冲撞 它就只有一个提神 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是完全你可以管理过的 那老师 我就是不会那个气流导引 因为它到时候 那时候 很就是很僵硬的一块 然后气流它导引不开来的时候 我就只能是 就是这样观着 就是 就观着的话 等着它自己去 有什么样的 就是自动的化解 或者去自动的溶解 或者是自动的创开来 是那种 我不知道怎么去 气流导引 先掉你的一个预设的观念 那个预设的观念 就觉得说 这个导引是 我要知道一个 非常缜密的一个内在地图 我要怎么样把我的意念 锻炼到多么的强壮 出来那么导引的气 把这样预设丢回来 那导引非常简单的 你甚至 我们的心 它是如此容易受到暗示 如此容易受到引导 你甚至 光是心缘带着一个意图 均匀吧 它就有影响力了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复杂的东西 你直接就是 你自己的身体 然后所有贴近 不是像你说 哇 战战兢兢的 它漏掉任何的细节 用自然 比你舒适无为的状况 再多一点点 这样子的注意力 去贴近你的身体的触感 然后可以像 我刚刚跟另外一个同修分享的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从不同的层面 去了解你的身体 去体会所谓的身内身 然后每一个这个层面 它都是唾手可 它不是遥不可见 它不是说需要你的定力 发展到咚咚的身体 才能够知道 你只要你安静下 你对这个感兴趣 你就会知道了 就是这么单纯的东西 然后你对于那个身体 那个冲撞 用直觉去感觉它 那是个什么冲撞法 你不一定要能够 在你内心的地图里面 画得出来 说它是冲撞在哪个具体的地点 你只需要直觉上知道 它是这样子的 在发生 我把那个正央的那个部分 我把那个我在参与 我在用力的那个部分 我在抓着的那个地方 我把扛起来的那个地方 我把它放开来 然后你一开始 你可能不记得 然后你就在那边 试试试试 不断地这样子尝试 然后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其实很简单 被人这种过程 被人家一形容出来 这种身体内在 现象学里面 一被解释出来 听起来都很复杂 这样你做的时候 他说你所需要的神经 你所需要的棺材 就像是一个跳舞的人 现在打太极拳 就需要的 那个程度的关注力 因为我可能没有 上巧的导演的话 然后我等着他自己 关着他 等着他自己冲撞开来 然后冲撞开来之后 我就觉得 就是想起来 他有点疼 等着他 等着他的话 它是一个方法 你必须要留意 起码一点 就是你等待他的态度 跟心境 它是一种导引 我们人的等待 它几乎不会是 百分之百的纯等待 它不是单纯的等待 这等待里面 它包含了期盼 它包含了着急 它包含了耐心 它包含不耐反 它包含了预设 它包含了 预约希望它变成怎么样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你认为的 关它其实真的 没有什么关 是纯关的 它都是 盘藏着我们的预设 所以 更好的方法 就是你能够清楚地知道 什么样的框架有用的 然后就直接把那框架 套上你的关 这是更好 因为你觉得 这样的道理听起来太 你不容易下手 好 那就关 关的时候你要留意 你的态度 你的期盼 这些插进的东西 你要怎么微调它 所以你的那个关 有用的关 它不是死死的关 它不是傻傻的关 它不是空洞的关 它不是会造成作用的关 我就是 你说的那种 退到空荡荡里边的那种关 但是那种关的话 它是放松的 它不是那种 就是很 我就 就是有心力的那种 那样可以吧 在实力的部分可以 可是你要留意你的方向感 你关它 那那个方向感是不是就是一直要去 就是要放弃那个 就是僵硬啊 紧绷就是你有一个松动在里边 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方向感 例子来讲 其中一个你可以保存着的方向感 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引领到一个没有卡着的那个状况 我要把自己引领到一个均匀的状况 这就是一种安装感 它有一个意图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动作包括观察 它都有意图的 所以现代的南传佛教的人跟你讲什么 纯观直观什么的 那个是受到现代主义影响 浪漫主义等等的这些影响 他们才会这样讲吧 佛经里面他不会这样讲 他不会这样你说 无有批判的纯然的观 无有批判的纯粹的接纳 佛经里面所有的观 它都有正观邪观的差异 它就是有框架的 佛陀的念从何位置 是说你接受当下了解当下 它的念都有分正念斜念 什么是正确的导向 什么是不正确的导向 什么是如理 什么是不如理作意 它都是有这样子的方向 好 好 老师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好 感谢老师 非常感谢老师 就是我这一星期 就是练习的那个 就是上次老师说的 去看冷天 然后就在那躺 躺地上躺 我是躺在我家后院 我觉得很好 因为就是我 比如说就算刚才 我在这个听着大家提问的时候 我的心就有点发热的时候 然后我就马上把那个蓝天的那种 就当时的那个情境掉出来 这心马上就舒缓了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今天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我在 我在看天的时候 那个天是那个白云 它是比较浓重的 然后我看着看着 好像我就 就开始了 就那种在受和想里面 就开始建立起一个 这样子一个世界一样 好像我具体的说不出来 但是能感觉到那种becoming 然后那种becoming的感觉 就在你的 在这个我的身体上 产生了很细细麻麻的 那种各种感受 然后 我心就觉得很有压力 而且有一点 产生了一点惊恐 就是说 我不想在这种受想里面 这种建立这种世界 你要知道怎么样简化你的技巧 你的技巧里面 它已经开始在proliferate 它已经在繁衍的效应 你要记得什么是无理作意 怎么样回到核心上面来 我们然后可以有创发力 我们可以发明 可以调整一些 就是甚至佛经强强技巧 可是你不要忘了核心 一个很好用的核心 就是你看这个怎么样 能够跟十六圣经搭得上关系 你使用这个方式 就像佛经他没有讲 你看看 你能不能具体讲说 这个是十六圣经哪一个圣经 譬如说类似这样 所以你不会漫无边际的发明技巧 我们的修行 它需要你灵活 它需要 可是你又不能够天马行空 你要记得那个佛陀的掌中叶 掌中叶 你要知道怎么专注 你要怎么样知道 把你的那个有限的气力 发挥在关键的点上面 所以我用你现在看白云 这个做一个例子好了 所以像你可以怎么使力法 你在看白云的时候 你可以留意着 你现在是多大程度脱离开 担忧跟匮乏感 这一个方式 或者你在看白云的时候 你只是清楚的在看着 你享受的这个蓝天白云 那享受的活动 你的心在怎么吃 你的心在怎么参与 你的心在怎么敞扬 在里面浸泡在里面 把吸管藏在里面 留意着那个具体的用力 那个在汲取 那个活动 类似像这样子 不要脱离开了十六圣行的框架 蓝天白云不是为了要 发展出风华雪月的诗意 灵感来 你看蓝天白云是 如果我们现在觉得 某一种脱离浴滩 它的那个模式 我们进入不了 它太高原了 那我们找一个够低的 我们马上可以进入的 你很容易 你一抬价 你就可以踩上了台阶 然后这个台阶 就很多人而言 它可能是灵也想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个里面它主要用意是什么 这个主要用意是 跟浴潭有关联 你别忘了目标了 要让你的心 不备 像是焦虑忧愁 伤心等等 入侵 所以你的这个做法可以是 好像用看蓝天白云的 那个舒畅感 保护着你自己 让心灵是保存一个正面 我不要让伤心入侵 知道这个是一个脱离开 伤心的状况 类似像这样子 它就是 好 我知道了 就它当时是 好像突然就开始自己想象了 然后就产生那种沉重感 但是我当时不能够及时出来 所以我只好就 又回到了这屋里面 然后在屋里面开始地毯上走路 然后那个练习就那种 abandon abandon 就那个 然后就好像是把那个 很黏的一个种东西给洗掉了 然后才觉得舒缓 对 我下次 我可以再重新把它调整的 就是 对 就是这样子 很灵活的一直换方法 换知识 可是不要忘了一些主軸 所以这个里面 安定你身心 重设你身心的东西 好 比如说你可以一天下来 你就是 在专门在做 我不要让任何的恶不善法 侵辱 那可能在你的个人案例里面 这个主要包含了伤心感 或者寂寞感 失落感 对自己的怀疑等等的 你就说好 我就是刻意地要对峙这些东西 所以不管我是进到屋子里 不管我是躺在户外的院子 看着蓝天白云 你不要忘了这一个主要的主题 这个主旋律是什么 你的技巧可以一直换 可是起码有这个主题 它在让你不散乱 让你不要天马行空 好 好 谢谢老师 然后今天时间也到了 我知道还有几位朋友还举着手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请三周鸟行周 行周还有云绍等人 那个如果急迫的话 我们下一周 你们如果再举手的话 我们就优先跟你们讨论 我如果忘掉的话 麻烦地提醒我 这样子好吗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啦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阿比仿佳 阿比仰 祂 和你 不可以 承讯 阿比仰